前面我们介绍了认识海洋 下面我们介绍第二部分内容 探索海洋 我们怎么来去研究海洋 从历史上我们可以看一下 当然这是一段波澜壮客的历史 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叫海洋科学 比如海洋科学的分类是怎么样子的 海洋科学是什么呢 它是地球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它研究海洋水体与海底 海洋和大气 以及海水与河口海岸等各种界面的特征 和各种过程的自然科学 而海洋中发生的自然过程 大体上可以分为这么几个 第一个物理过程 化学过程 地质过程和生物过程等室内 对应这室内过程的研究 相应的形成了海洋科学中 相对独立的四个基础科学的分支 比如说物理海洋学 海洋化学 海洋地质学和海洋生物学 那其中物理海洋学 并不是研究海洋环境中 所有的物理现象 它主要是研究海水的运动 海洋化学是研究什么呢 它研究海水的化学组成 和物质的循环的方式 那海洋生物呢 是研究海洋环境中 生物的组成和生态系统的特征 海洋地质学呢 它是研究海底的各种地质条件 和演化过程 此外呢 为了满足经济 社会发展的需求呢 还增加了海洋技术科学 海洋工程科学 和海洋社会科学等学科 思路探讨应用型的问题 和涉及海洋立法 管理等方面的问题 以上各种学科还可以进一步 包括多种分制学科 海洋科学研究对象 不仅包括巨大的海洋水体部分 也包括河口海洋带 海洋与大气界面 海水和沉积物界面 以及海底颜色圈 海洋观测仪器的研制了 开发与应用呢 当然也属于海洋科学的任务 现代海洋科学一方面呢 学科分工越来越细 另一方面呢 多学科交叉也越来越紧密 就如同其他学科一样 海洋科学的研究呢 内容主要包括 刻画特征 研究过程 分析机理 探索比如支援 环境 灾害效应 那海洋科学 另外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它是与现场的观测 和采样分析为基础 然后注重长期观测 和样品数据的积累 此外在研究手段上面的强调 多学科的交叉 和多手段的变形 那我们说海洋科学 大体是研究这些内容的 我们想看一下历史上 海洋科学是如何发展的 整体而言 现代海洋科学的发展的历史 不足两百年 但是从远古时代开始 人们就开始利用海洋支援 开发航道 出现了海洋科学的萌芽 那这样我们可以说 海洋科学的历史呢 是一波人与海洋环境 相互协同发展的历史 波澜壮阔风起云涌 比如最早在埃及 公元前四千年 就有人们从实海上 生产活动的记录 比如说在尼勒河 和地中海东部 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到了公元前六百年 斐利基人建立了 地中海的贸易航道 甚至出现直布罗托海峡 进入大西洋 在中国 杜苏蒙所著的海淘志 出现在公元八世纪的中叶 那是我们国家现存最早的 关于潮汐研究的记录 那我们知道明代的 正和领导的印度洋航行 在世界航海史上面呢 占有非常辉煌的一页 它呢在南京建立了 一个庞大的船队 这个船的长度近百米 在1405年到1433年期间 增合七次下西洋 最远的时候 甚至到达了非洲南部的 莫桑比克海峡 那航行过程中绘制的 正和航海图 和形成一批文献 比如说 西洋翻国制 表明中国在航海技术 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度 那继正和航海以后了 欧洲各国家的海上 探险活动也乐意加剧 比如说欧洲人在15世纪 16世纪跨越了大西洋 最终进入了太平洋的区域 葡萄牙人达迦马 在1487年到1488年 到达了非洲最南部的好望角 西班牙人的航海技术更为突出 比如哥伦布 1492年跨越大西洋 踏上了美洲的土地 拿麦泽伦率领的舰队了 这在1519年至1522年 真正完成了黄球航行 那我们说 随着航海活动的开展 早期的科学调查和研究 也逐步开始了萌芽 最早期最有代表性的科学考察 当属于最著名的达尔文1831年和1836年 参加的贝格尔号的一个环球考察 他收集了海岸和海里的岩石的样品 和实物标本 然后进行了分析 他是最早对珊瑚岛礁的成因进行了研究 影响最大最为系统的环球航行 考察了当属于英国皇家学会 制作下的爱丁堡大学 汤姆森教授 于1872年和1876年之间 领导的挑战者号环球考察 这次考察船长远60米 载水量达2300余灯 然后他们历时了4年 采集了大量的样品 此后经过23年的研究了 形成了五十卷的专著 然后这个工作被认为现代海洋科学的一个开端 此后一直到二十世纪中期 海洋强国都组织了自己的海洋调查 建立了专门的考察船 设计和研发了各种观测和分析的仪器 那到了二十世纪中期 开始了海洋科学的考察了 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比如国际化和多学科的阶段 著名的比如说美国基金会 1968年持续的深海大洋钻探计划 也就是我们知道的DSDP 以及随后的ODP LDP计划是迄今为止了最为成功的 国际海洋科学的研究大型计划 我们中国于1998年加入了LDP 随后在南海地区进行了第184航次的转探 然后2014年的1月份 再次在南海启动了LDP349航次 研究南海扩张的过程 然后我们知道在2017年 也就是明年的2月到6月期间 科学家降在南海设定两个航次 继续研究南海海洋扩张的历史 通过上述的一个综合海洋的考察和资料的积累 分析的逐步就形成 并提出了海洋科学领域落干很重要的学术理论 比如说1960年代中期创立的板块构造理论 1970年代古海洋学的兴起 和1990年代出现的地球系统科学等 都是代表海洋科学里面最著有李生碑的贡献 前面我们介绍了海洋科学发展的历史 那我们先看看现在海洋科学是怎么来做这个事情的呢 现在应该说是基于这个摇杆啊 GPS等互联网技术的一个新的一个调查 观测和监控的平台 然后海洋科学的发展呢 离不开观测监控等技术平台和手段 我们纵观这个海洋科学的发展的历史呢 它体现了科学和技术的协同 那总体而言海洋的调查呢 经历了这么三个阶段 船载对地观测和海底观测 高星技术和多学科的交叉在里头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比如说海底地形探索方面最常见的技术包括声纳 多波素和卫性重力观测等 然后在探测海底的结构方面呢 我们主要采用地震的手段 比如说多道地震反射技术 地震的折射技术 而在探索阳底的物质的成分方面呢 我们通过抓斗啊 钻探洞取得海底成就的样体 进行分析和测试 那除了上面的基于船载的观测以外呢 还有一系列的深浅观测体系 比如说载能深浅器 最著名的包括美国阿尔文6500号 以我国新进研发完成的蛟龙7000号 还有飞载能的遥控机器人 通俗的ROV 比如中国的海龙号 还有一种自动的潜水器 我们也叫它水下机器人AUV 中国研发的叫潜龙号 还有水下无人机Glider等高新技术设备 那现代海洋观测技术和监控平台呢 所以体现出一种多层次 全方位和长齿炉的特征 整合转孔海底以下的这个实验装置 进行长期的实时的观测 最具有代表性的为目前发展起来的 一个海底的观测网 它用来观测海底以下的地震 流体的活动和微生物 美国和加拿大 如2008年启动了一个叫海王星的一个观测体系 他们把设备注入了太平洋水底2700米深的海底 进行一个现场的实时的监控 然后通过光纤把数据传输到室内分析 那目前我们中国也开始着手构建这类观测体 观测网 比如说我们在东海已经建立了一个小型的观测网 对海洋科学研究而言 除了前面提到的现场的观测和央品的采集以外 我们更多的是使用了分析和数据的处理 那海洋观测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为了为相关的过程和机理的研究 提供一个基础的数据 然后我们通过数字模拟技术 然后探究这个规律 进而预测未来的发展 这特别是在海洋气象灾害等防灾减灾方面 能够做出一个贡献 我们知道天气预报都是基于大量的卫星云头的分析 海洋的天气数据的一个模拟 然后这里头的高性能的计算机集群的数字分析了 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 类似的海洋模拟和预测中 也需要整合多种多元素 多尺度和多要素的数据 然后开展大量的数字实验 比如说世界上著名的超级计算机 日本的地球模拟器 而Simulator被广泛应用到海洋和气象领域 那我们国家研发了超级计算机天河二号 以及正在启动的地球模拟系统 也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服务的 已经或者并将用于我们国家的海洋 环境的模拟和预测的分析 那当然了我们知道国内外的研发机构呢 都已经研发出一系列的海洋模拟的平台 用于物理海洋领域的相关的研究 比如我们知道的美国普林森大学 地球流体动力学实验室 开发了一系列的海洋模拟的平台 他们可以用来干什么呢 比如说厄尔尼罗的模拟 海洋表层液绿素浓度的变化 和海洋温度的一个模拟 比如后面这个视频我们展示了 这个它做的一些相关的模拟 除此以外我们可能听过这个厄尔尼罗这个事情 厄尼罗是指发生在热带太平洋海温 异常真温的一种气候现象 大范围的热带太平洋增温会造成一些全球变化 进而引发系列的灾害 这里头比如我们这个视频给我们展示了 这个看到从美国东部到西太平洋 这个区有一个高温的一个带 然后这里头做的模拟做的比较好的 我要提一下是美国科学家叫Mark King 他在1986年在著名的智能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 首次提出了厄尔尼罗的一个预测模型 并成功预测了1986年的一次事件 当然目前学世界正在进一步完善这个模型 以整合更多的观测的一个资料 用于我们更好的服务厄尔尼罗的预测 除了厄尔尼罗以外 我们国家也在研发相关的一些模拟的平台和计算手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